基隆市长林又昌在基隆市议会进行任内最后一次市长施政总报告 也希望市长参选人可以听他的报告内容 而要参选下届基隆市长的现任市议员陈维仲在现场听讲后质询 对于林又昌谈到八年施政上创造了基隆障碍 让他感到不理解 施政总报告里面我只听到市长还是再一次的强调说 这八年来所呈现的基隆所呈现的市长的政绩 还有在城市保安会里面浓缩了这些意涵 是其他城市的指标跟模范 而且也让其他的城市感受到基隆的障碍 但我其实真的很想问 市长你为什么要创造障碍呢 每一个市长都应该是在这里扳开障碍的人 然后来成为这座城市要前进未来的垫脚石 和下一位的领导者创造更好的环境 然后来带领的基隆人继续朝向 让每一个人可以好好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目标来前进 所以我觉得说作为一个其实希望人要来接任的市长参选人 我认为市长放了非常多的亮点建设 却留下了太多你没有办法好好解决的障碍 市长林又昌大宣史解释 障碍指的是标准 成为这种议员这样子的诠释 可能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落差 并不是我制造障碍 所谓的障碍的意思是别人讲说现在有基隆障碍 为什么现在有基隆障碍呢 是因为基隆现在的成果还有现在我们的标准高了 高的时候 这个人家要超越 超越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障碍 是这样的意思 并不是市政府或者是我个人去创造障碍 没有人要去创造障碍 这个障碍指的是标准 陈维仲肯定林又昌八年来确实有很多建设 不过像是台电要在外木山 新建第四天然气接收站方案 可能选择在基隆港港嘴 可能要赔掉天南海岸生态和港务发展 甚至是赔掉市长花了很多时间 推动的建设和观光发展 但是多年来都没有听到市政府 想要具体解决这样的障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